Hello,大家好,我是小飞侠 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吞这种 或者是这种卫生纸 我只知道前段时间Costco这种卫生纸 竟然变成了奢侈品 但是这种东西既不能消毒 也不能防护 它为什么成为了奢侈品呢 为什么大家都会吞卫生纸呢 这个现象在经济学上叫共识现象 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上都有应用 共识现象呢 其实就是如果大家都觉得一样东西 它有价值 一个东西就变得有价值了 就例如以前我们老旧的邮票 它其实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有一堆人他们都去集邮了 那么邮票就变得有价值了 越来越多的人去集邮了 那么邮票就越来越变得有价值了 其实卫生纸也是一样的 就如果大家都去吞的时候呢 你没有去吞 那么等你正常买的时候 发现商店已经没有货了 你一开始就会考虑到这一点 当你考虑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会去吞 那大家都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卫生纸就变得短缺了 因为卫生纸短缺了 所以它就变得有价值了 再举个例子 就是宏观经济学中说的resection来的时候 经济衰退是一个self-fulfilling的prophecy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觉得经济会衰退的时候 经济就会衰退 所以经济衰退往往都是开始于股票的下跌 股票下跌导致大家对未来失去信心 每个人都捂紧自己的口袋 企业不敢投资 个人不敢消费 这样就会真的导致经济衰退 所以反观今天的熔断 没人敢说百分之百的事情 不过这次衰退是一个非常大的概率 因为没有人知道疫情到底会扩展到多么严重 因为不确定性会让人们失去信心 所以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在共识现象里面 你个人的观点正确与否不重要 事实的真相也不重要 关键是别人是怎么想的 以及别人想别人会怎么想的 一旦达成某种共识 在这种共识的洪流里面 个人是无法左右局面的 或许你也考虑 存点米面粮食和水 所以我们只能顺应情事 瞧 我上周也买了两大袋的卫生纸